是日新月异 不过来看看它 过去在科技界有如神话一般的苹果公司 现在居然是惊传爆发离职潮 怎么回事呢 路透社报道了 因为不满库克的领导 加上苹果的薪水 其实是低于同业的 苹果人丢磁城的人是越来越多 那么为了挽救苹果 库克现在似乎是打算要推出 多彩外壳的新iPhone 甚至还要祭出旧机换新机的促销活动 苹果新机发表 一天一爆料 机壳颜色也越来越多花样 iPhone 5S黑白基本色之外 香槟精也很多人讲 没想到最新流出的八卦照 这一回又多了个灰色款 苹果越来越不神秘 自降格调 晚安起旧机换新机促销老梗 是现在有旧机换新机的活动 传出苹果官方9月就要启动 根据外电报道预测 16G版本的iPhone 4和iPhone 4S 大概可以换120到200美元之间 而有被好好呵护的16G版本iPhone 5 甚至还价值250美元 对手宏达店则是要以 Hello Kitty版蝴蝶机应战 只是执行长库克把苹果当家 员工却不想跟他站在同一阵线 外媒报道 少了贾伯斯 苹果正面临史无前例的离职潮 苹果留不住人 一是其他科技厂薪水更诱人 二来少了贾伯斯 苹果文化早就变了样 钱少又没成就感 难怪苹果人各个都想另谋高就 东斯台新闻 最后报道